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現場愛動美的夥伴大家午安 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叫做吳怡婷 口天舞 一人的一 婷女的婷 然後我每次都會這樣說 如果大家覺得怡婷一樣是人如其迷的話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掌聲鼓勵 謝謝 然後因為今天 你們時間真的掌控得非常的準確 準時就輪到我了 那因為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有關癌症的這個主題 我們先看這個power point好了 有嗎 這個主題叫做我們能借著吃來打擊癌症嗎 我不曉得大家對於這個問號 心中的解答是什麼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啊 可能以前跟我一樣比較ticky 就覺得說怎麼可能 是不是在誇大 那事實上我發現 因為現在的這個醫學非常的進步 這個問題的答案 會透過今天的這個演講的過程中 來回答大家 那一開始的話呢 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每年的衛生署他都會公佈國人的死大死因 那尤其是像是第一名的話 癌症的一個部分 他還甚至去統計他的這個離癌的時間 我們發現每年 離到罹患癌症的這個時間 越來越短 越來越快 所以從我剛開始講 課到現在可能已經有一個人得到癌症了 那另外的話呢 你再看這個數據我覺得更有趣 這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也就是WHO 他所公告的癌症的一個世界報告 他因為外國人非常有趣 他用冰山來比喻這個 罹患癌症的一個人數 那我想問一下 大家應該都看過鐵達尼號吧 有 對那為什麼鐵達尼號當初會沉沒 對因為他不知道那個 可能就是操控那個 船的那個人吧 他不知道說海面下的 冰山的這個體積器非常的大 所以當他看到冰山要轉彎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鐵達尼號才會沉沒嘛 那以此類推 其實我們現在啊 周遭得到癌症的人 是不是已經非常多了 蠻多了對不對 但是這份報告告訴大家 在20年之後 得到癌症的人數會激增 舉個例子來說好 我記得那個 台南中心長 台南喜樂多的中心長 他之前講過說 在之後呢 不會有人問你什麼是愛多美 不會有人問你入會了沒 大家因為大家都入會了 只會問說你是哪個教育中心的 你是哪個團隊的 所以以此類推 你來看這份癌症報告呢 在之後 20年之後呢 不會有人問你有沒有得到癌症 都會問什麼 都會問什麼 你是什麼癌 你是什麼癌 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將來真的得到這個癌症的人口 會非常的多 那接著的話呢 我們再往下看 面對癌症這件事 我想問問看大家 你做了多少的準備 其實錢是最直接最實際的嘛 因為得到癌症就要花錢 那在錢的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資料是來自於台灣的台大醫院 他的這個自費診療的一個花費 我們發現呢 像是一些比較初步的一個健康檢查好了 他包含他去檢查說你有沒有得到癌症 你要花非常多的一個費用 像是什麼 電腦斷層 核子共振 或者是症子攝影片等等之類的 你在確診癌症之前 就要花了數把萬塊 那接著再往下 如果說真的 已經罹患癌症的話 你要花什麼錢 有沒有聽過標靶藥物 有 那標靶藥物是癌症人在吃的嘛 那其實目前台灣的衛生署 是有給付 健保有給付給癌症病人 可以免費來吃標靶藥物 可是你看這張圖呢 健保的圖 你可以看出一個概念 所謂的標靶藥物 免費給這個病人來做一個使用的 他的一個癌症病人的對象都是什麼呢 末期的 已經轉移的 第三期 第四期的人 才可以免費吃標靶藥物喔 那因為現在的這個健康檢查非常的普及 很多人會做這樣健康檢查 你已經提早發現你得到癌症了 如果你的醫生跟你講說 其實你這個癌症 適合吃某某標靶藥物 但是因為你還沒那麼嚴重嘛 你還沒莫及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花錢吃 要不要 要那你有這麼多錢嗎 透過愛多美是不是 好沒有關係 那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除了標靶藥物之外 新型的一個治療的方法 像是螺旋刀 電子刀 等等之類的 除了還要找名醫之外 還要病床等等這些 這些費用也要花非常多的一個金額 再加上什麼 病房費 你可能生病很疼痛 要打一些止痛症 然後營養不良要打營養症 然後看護費等等這些 這樣零零鐘的加下來 可能一個月要花費非常多的一個錢 接著呢 這裡給大家一個概念是什麼 有人會說 沒有關係 我有保這個防癌險 我想問一下在座 各位你們有保防癌險嗎 有 我也有保 那你保的幾副的範圍很完善嗎 我不知道 可能要問一下保險專業 重點是什麼 有人會說 我有保防癌險啊 可是在我的眼裡 聽起來是什麼 保防癌險這件事 跟預防癌症這件事 可以畫上等號嗎 根本不行嘛 那難道你今天保防癌險 是為了祈禱 你可以活到 得到那個理賠的金額嗎 也不是嘛對不對 所以保防癌險 在我的眼裡看來 其實非常的被動 那當然也一定還是要保 所以防癌險在我 我覺得還不夠 那有人就說 那我是每年做健康檢查 有沒有每年做健康檢查 你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好 那來看一下健康檢查 這個是之前幾 應該是一兩年前的一個 台灣的新聞報導出來的 帶大家回憶一下 他講到是什麼呢 台灣的台大醫院的醫生 院內的醫生 離癌的風險 比一般的健康的大眾 還來得還要高 那其實那時候新聞 這個新聞記者啊 他把重點都放在哪邊呢 可能是台大醫院的醫生 他的工作壓力太高 或者院內的污染源太高 所以因此他們離癌的風險 比較高 那其實我自己的解讀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 身為醫事人員呢 反而過度的依賴健康檢查 疏忽了平時的保養 其實健康檢查 有的時候驗不出來 不代表你沒有得到癌症 有的時候你的健康檢查 都是黑字沒有紅字 也不代表你沒生病 我自己就遇到非常多的情況是什麼 他這個人身體就是不舒服 但驗不出來 有的時候只是驗不出來 醫生可能沒有那個 那個比較 其他的方式可以驗得出來 所以呢 用這張圖 你再來看會更直接 這是癌細胞 或者你可以講腫瘤 它在人體內的這個 生長的一個速度 從最左邊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每一個人 每天 體內都會產生大約 30顆到50顆的癌細胞 那這些癌細胞的話呢 有幾個方式 首先第一個 透過自身的免疫系統 其實是可以把它撲殺掉的 可是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熬夜過 有 有沒有壓力大 有 吃得很營養均衡嗎 也不一定對不對 這些因素都會去影響到你的免疫系統 沒有辦法把每天產生的癌細胞 把它撲殺掉 因此 你們每個人的體內 應該多多少少都有癌細胞 一定都有 只是多或少耶 那癌細胞一旦殘存下來 躲過免疫系統的這個撲殺之後 它開始會激增 由一顆變成兩顆 兩顆會變四顆對不對 以一個你可以說等比急速 或者是船只削弱方式倍增 非常的有威力 所以呢 兩年之後呢 三十顆癌細胞 會變成 一千顆癌細胞 四年之後變三萬兩千顆癌細胞 一直以此類推到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之後 那這裡也要告訴大家 一般的以目前在線上 最厲害的檢測儀器好了 正直攝影 它的偵測的極限是一公分左右的小腫瘤 一公分其實已經非常小對不對 一公分的腫瘤 才會辦法檢測得出來 那你看一下一公分的腫瘤 在你體內已經長多久了 十年對不對 那十年以整個癌症週期好了 總共十二年 你看一下十二年是十公分的腫瘤 一個人的身體 如果說有十公分的腫瘤 他有辦法活嗎 差不多了對不對 所以總共癌症週期十二年裡面 你在第十年才被發現 你覺得你有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嗎 是不是很莫及了 差不多對不對 所以你靠健康檢查 也不夠 也不夠喔 所以因此呢 要來講一下這個例子好了 應該認識他吧 對號稱全世界最性感的女星 她是誰 對 妳是睡著了嗎 總沒有反應 安靜 妳要請妳對不對 對 那他為什麼會 這個新聞事件一樣幫大家回憶一下好 因為他的媽媽 跟 最主要是他媽媽吧 就是得到了這個婦科相關的癌症過世的 那他其實也非常擔心他自己會 將來會有相同的遭遇 所以他因此他做了這個高科技尖端的這個基因的檢測 他發現自己身上有乳癌基因 所謂乳癌基因是什麼呢 雖然他目前還沒有得到乳癌 但是只要他活得夠久 活得夠長的話 他一定會得到乳癌 就是這樣 所以後來他跟醫生諮商之下呢 決定做一個預防性的切除 把他的雙乳切除 對 要是你的話 被檢查出來 你有乳癌基因 你切不切 絕大多數女生都沒有點頭 但是我發現有一些比較壞的男生點頭了 為什麼 又不是切你的對不對 那我一定要舉個例子喔 其實啊 這世界上啊 不是只有乳癌基因 還有攝護腺癌的基因 嗯 那要不要切 要不要切 對 對好 可是那上再想過來 其實還有 大腸癌的基因 有腦癌的基因 那上次連腦袋都切掉了嗎 對不對 所以再講過來 其實中國人有句話 身體法夫 瘦之父母 對你們醒過來了 講到瘦之父母 你們就醒過來了 所以其實啊 身體的每一個器官 一定都有他的這個功用 如果你透過一些外在的一個因素 把它切除掉的話 勢必會對你的身體 身體造成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其實在預防性的切除這一塊 我就覺得說又有點 矯枉過正了 而且其實我們又不是安潔 癌症的生成的原因 你們發現飲食的原因 是不是又占了百分之三十 對 那這飲食的部分的話 跟癌症的成績有相關 絕道多數的人會怎麼想呢 啊是不是吃到什麼黑心的東西 是不是吃到什麼 致癌的一個物質 導致癌症的一個發生 那其實在我的眼裡呢 我把它反過來想 我們有沒有可能 透過吃 透過飲食中 吃某些東西 來預防癌症的發生 對好 你們都覺得可以 好那我還要往下講嗎 對的確真的是可以的 那接著的話呢 再往下看這裡 這是台灣的一些新聞的一個簡報 他去統計台灣的癌症病人 結果發現這個數據很可笑 也很可憐 在台灣的癌症病人呢 只有三分之一 真的是因為癌症的一個病況本身 而死亡的 另外有三分之一 是下死的 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什麼 營養不良餓死的 我自己啊 常常會遇到說 原本是一個吃婚的癌症病人 自從罹患癌症之後 他老婆馬上全家都吃素 吃到整個人營養不良 沒有體力做療程 其實吃婚吃素 跟不罹患癌症沒有關係 或者是有的罹患癌症 周遭那些就是七嘴八嘴 就啊這個人就是吃他營養 講一些你知道妖魔鬼怪話 其實根本都沒有科學根據 那在這裡的話 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看這個是中國大陸的新聞 他怎麼了 偏方嘛 那你們敢說你們沒有吃過或嘗試過偏方 沒有 沒有 也許這個真的有點誇張 但是我相信你們周遭一定流傳的某某偏方 可能是你的好朋友跟你說的啊 或者是你的夥伴跟你說都有可能 但其實 在面對癌症這件事上啊 你應該要選擇一個有科學根據的 因為現代的人講求證據嘛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報章雜誌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癌症基金會 台灣就只有一個癌症基金會 所有的腫瘤民醫跟營養界的一個專家 他們共同開了一個論壇 講到什麼 只有一個結論 只有什麼 正確的營養支持 有助於癌症的治療以及療程的一個進行 所以即使是癌症病人 他也需要足夠的營養的補充 可以讓他的這個療程更加的順利 讓他有體力熬過整個療程 甚至讓他的癒後是比較好的 所以其實連醫生也同意所謂的正確的營養支持 那為什麼我要強調正確 偏方那個就不考慮了 一定要有科學證據的 我們會發現說其實在台灣市面上 有非常多的有號稱防癌抗癌的營養補充品 然後品牌稱之不齊嘛 那這個配方價位也非常的凌亂 那到底這麼多的防癌抗癌的營養補充品 我們一般的消費者 一般的消費大眾應該如何做挑選 其實有幾個要點給大家做個參考 可以去做一個選擇 第一個呢 如果選擇一個理想的營養補充品 第一個你可以先看他的研發單位 或者研發者 有一些品牌的營養補充品 他是由誰研發 可能對自己 或者是某某科學家 那某某科學家你可能還都沒有遇過他喔 我之前看電視購物啊 結果發現說他們會請一些外國人 然後來假扮說他是科學家 那事實上你在台北的街頭遇得到那些演員 這是假的 那所以第一個研發者或研發單位呢 今天要介紹的這支產品呢 他的研發單位我相信大家都認識他 他是韓國的原子力研究院 那當然 剛才有介紹到 他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研究機構嘛 在裡面的話 全韓國的精英都在這裡面了 他透過當歸 這三個我們耳熟能詳的中藥 把他萃取加工而成了一支全新的一個商品 來給癌症病人做一個補充 然後接著的話呢 第二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臨床試驗 因為畢竟這支營養品 是要給癌症病人實際做補充的 所以有沒有臨床試驗就給人來吃 這件事很重要 要印證他到底安不安全 功效性又如何 他的臨床試驗的對象 的一個合作單位呢 是韓國的原子力醫院 原子力醫院 這家醫院在台灣 就有點類似教學醫院等級的醫院 這麼大規模的醫院 其實都會附設腫瘤醫學中心 所以他的對象就是癌症病人 那大家想想看 癌症病人的肝好不好 癌症病人的肾好不好 癌症病人的體力好不好 對 都不好 那給這樣子的一個癌症病人補充 這一支當歸的一個 複合的一個萃取物之後 我們發現了幾件事 首先第一個 所有的癌症病人 他的肝功能 腎功能 在服用這支營養補充品的過程中 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甚至有些人是肝癌的喔 有些人是腎臟癌症的 他的肝腎功能都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所以以此類推 你的夥伴如果只是火氣比較大一點點 肝火比較旺的話 可不可以吃 可以 連那個肝 肝狀況都非常糟 都能吃 何況是你的夥伴只是肝火比較大而已 好 那接著再往下看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所有的癌症病人 透過這支 腹方的中藥萃取物的一個補充之後呢 體力都獲得了大幅度的改善 你覺得體力這件事 這個結果改善了 這個成果你聽起來覺得厲不厲害 有人覺得說蛤 體力 怎麼聽起來有點虛 這個數據好像沒有很厲害 剛剛就厲害 其實啊 跟大家解釋一下 真正有經驗的腫瘤科醫生 他在實際的評估一個癌症病人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透過精密詳細的檢查報告 不用 他用眼睛看這個人的體力狀況好不好 就知道了 如果說這個癌症病人 他氣色非常的好 食慾也很好 體力很好的話 這個人的狀況就非常的好了 然後當然他如果再去做一些健康檢查報告 數字一定也都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因此這些原子力醫院的癌症病人 透過補充了這個複合性的中藥萃取物之後 他的體力都獲得大幅度的改善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兼具安全性跟功能性的保健食品 然後接著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點的一個選擇的一個要件 就是是否有一些輔佐的科學論文 那所謂的科學論文的話呢 其實必須要去國外的醫學期刊 把它下載全文之後來做一個閱讀 那今天來幫大家導讀一下 這一篇科學期刊呢 他其實是發表在2009年 一篇國際的知名的醫學期刊 那他這個研究的內容怎麼做呢 他模擬的是什麼 癌症病人生病之後 醫生會幫他做療程 那最常見的療程就是打化療 打化療嘛 那很多人會疑問 甚至腫瘤科的醫生也會有這樣的疑問 打化療的癌症病人 可不可以吃這一支富方的中藥萃取物 答案是什麼呢 他透過這個研究來回答大家 這個研究怎麼做呢 來我們這個科學家他準備的是小老鼠 因為沒辦法把人抓來打腫瘤嘛 所以他透過的是這個小老鼠 施打腫瘤到小老鼠身上之後 花了一些時間讓腫瘤長大之後 開始進入實驗 實驗怎麼做呢 你看藍色的箭頭 就會讓他打化療 一個禮拜打一次 就像癌症病人的療程一樣 模擬一般的癌症病人 那紅色的箭頭呢 就是讓他每天口服 符合了這一個重要的萃取物 結果為期將近半個月的一個時間 再把他犧牲掉 來看一下結果好了 第一個 最左邊的這個白色的這個柱狀土的話 是腫瘤組 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沒有做任何的療程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作自生自滅就對了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一個影響 那中間的這個組別呢 就是讓他打了化療之後 只有喝水 補充水而已 然後最後的最右邊的 紅色的這個組別呢 打了化療 他本身是腫瘤組喔 讓他打了化療之後 再額外補充這個 複合的重要萃取物 結果我們發現有個素質 明顯的增高 什麼素質 欸 睡醒了嗎 什麼素質 對 那自然殺手細胞 這個殺手 它的對象是誰 你們知道嗎 對 它的對象就是癌細胞 所以呢 透過這個 複方的重要萃取物之後 補充之後 發現小老鼠體內的 自然殺手細胞的素質 會明顯的增高喔 合理的推估 應該這些自然殺手細胞 會去把小老鼠體內的腫瘤 把它鋪殺掉 那我們實際看一下結果好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腫瘤 這個一定要特別解釋一下 之前我沒有特別把 左邊的這個中文寫上去之後 就一顆一顆的 講完之後呢 我就問說嘛 要選比較大顆的 還選比較小顆的 那因為我以為大家都知道說 這是腫瘤 結果講完之後有一個夥伴 就說 營養師傅你這是什麼東西 是水果嗎 還是頭啊 梨子 如果說是水果的話 當然是要選大顆一點 比較好對不對 我說誤會大了 這是小老鼠身上的腫瘤 所以 如果說是你 你是一個科學家的眼光 你來看好 哪一個組別的結果是最好的 是不是最下面 好 那我們一的來看一下 最上面那個組別是什麼 腫瘤組 他沒有做化療 也沒有額外補充什麼 營養補充品 他的腫瘤是最大顆的 很可惜 那中間的這一組的話呢 他是腫瘤組 額外讓他施打了化療 化療藥物 我們發現什麼 腫瘤有消一點嘛 代表說化療藥物 化療藥物真的是有效的 那最下面的這個組別 最厲害 腫瘤組 再加上化療藥物的一個施打 再加上一個 富方的中草藥的一個萃取物 把他三個加在一起之後 他的結果是最理想的 所以其實啊 真正好的營養補充品 他跟傳統的西醫 也就是所謂的化療 兩個會互相衝突嗎 並不會 而且會相輔相成 從這個結果 我們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所以今天周遭路的時候 你有的 你有夥伴 有類似的一個經驗的話呢 你要鼓勵他 好好配合醫生的一個療程 額外再搭配 這一支富方的一個 中草藥的萃取物 對他來講 效果是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結果 然後接著在這裡的話呢 因為我自己啊發現 有非常多的癌症病人 在做化療的過程中 打化療打到要洗腎 其實化療藥物 對腎臟的傷害還蠻大的 那這個研究的話很有趣 他去把腎臟的組織切片 把他 把他染色 把他表現出來 然後呢他讓大家看一下說 補充了這個富方的中草藥萃取物 對於腎臟機能的修復有沒有幫助 最左邊的那一組是腫瘤組 他沒有打化療 所以他腎臟其實非常的健康 很漂亮 中間的那一組的話呢 腫瘤組 額外讓他打了這個化療藥物 結果你發現他腎臟上面 有藍色的一點一點的 一點的有沒有 代表他的腎臟都在發炎了 繼續打下去的話呢 他可能腎臟就會爆掉 就必須要洗腎了 會有這樣子一個 後續的一個現象 那最右邊的那一組呢 我們發現呢 他是腫瘤組 讓他打了化療之後 再加上了 富方的中草藥萃取物 他的腎臟的傷害有減低 有減低 他藍色點點發炎的部分 有明顯的一個減少了 所以你可以讓他補充 這個中草藥萃取物 可以減少化療的副作用 然後下一篇的話呢 是比較新的 2010年的這個 醫學的一個期刊 那除了在化療的這個區塊之外啊 放射性的治療 也是很多腫瘤科醫生 會用的武器嘛 所以這篇研究的話呢 就是要跟大家解釋說 一個癌症病人 他如果做放射性治療 可不可以額外來補充 這個富方的中草藥萃取物 結果是如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實驗是這樣子做的 一樣是小老鼠讓他打了這個癌細胞 長大成一定的腫瘤之後 接著這個黃色的這個箭頭 就是讓他照放射線 那紅色這個小小的箭頭 就是每天補充 不同劑量的中草藥萃取物 有分劑量喔 你知道這個 我很喜歡這篇研究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分劑量 他要去探討說 不同的中草藥的萃取物的劑量的多寡 會不會影響到成效 多吃一點 會不會效果比較好 他想要探討這個問題 那結果一樣的給大家看 這個 腫瘤壞死因子 是另外一個細胞激素 他一旦被分泌出來之後的話 就是會讓腫瘤細胞壞死 你從名詞上面就可以得到他的這個 就可以意味他的一個意思了 那最右邊的那一組的話呢 就是腫瘤的小老鼠 讓他打照射了放射線之後 再額外的補充 腹方的這個中草藥萃取物 結果發現腫瘤壞死因子這個指標 會明顯的增高 那實際來看一下結果好了 總共有非常多的組別 1 2 3 4 5 6 7 7個組別 大家來看一下 最好的組別是哪一個 是不是右邊最下面 最小對不對 那我來解釋一下 最上面那個組別呢 是腫瘤組 沒有做任何的治療 中間的那幾個組別 可能打了放射線 或者是打了放射線 加上低劑量的中草藥的萃取物 最右邊最下面那個解答 那個那個組別的處理是什麼 大家一定最想知道 腫瘤組打了放射線 加上了高劑量的中草藥的一個萃取物 這三個加在一起結果是最好的 所以有的時候呢 你建議你的夥伴 多吃一點 其實不是要賺他的PV 是什麼 是為他身體健康 因為其實證據就是這樣告訴你嘛 你吃的比較多的話呢 他的這個實際成效會比較好 所以多吃一定比少吃還來的更有效 然後接下來這篇研究呢 要講是腸胃道的一個副作用 直接來看這張圖好了 很多人打了化療或放療之後呢 常常面臨到的問題是什麼 他所有的從嘴巴 口掐食到你的小腸胃啊等等之類 所有的腸胃道的黏膜都會破損 會破皮 所以因此他上肚下瀉 或者他吃不下東西 身體變得非常的虛弱 因為你看喔 中間的那個組別 這個是小腸的這個龍毛細胞 一根一根的龍毛 因為做了治療之後 他的龍毛都斷掉了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個 呈現一個上吐下瀉水瀉的一個狀態 你看最右邊那個組別 讓他補充了複合的中草藥 萃取物之後 有沒有發現 龍毛細胞受損的情況比較少 龍毛細胞受損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建議他 在做治療之前 就先補充這個腹方的中草藥 要萃取物 可以減少他去做療程的一個副作用 可以減少他受到這些傷害 一樣的分三個組別 有分這個健康的小老鼠 沒有打放射線的 那中間這個這一組的小老鼠的話 幫他造了放射線 那造了放射線之後呢 有幾個比較常見的副作用 我想問一下你們應該都曾經陪伴過癌症病人吧 應該有的人有 那所謂的癌症病人 他可能每個月或者每個禮拜 要回醫院去做療程 那做療程之前的話 醫生一定會先幫他抽血 所以先驗他的血指標嘛 那會驗什麼指標 對 會驗他的白血球 那健康的人的話 其實白血球的數值差不多是五千到一萬左右 那打了化療 或者打了放射線的癌症病人 他的白血球會降到兩三千 等到低於一千的話呢 就不能打了 因為再打這個人會掛掉 大致上是這樣的一個處理流程 那接著我們再回頭看這張圖呢 中間的這一組呢 就是小老鼠打了放射線治療之後 我們發現他體內的白血球細胞 也就是他的骨髓細胞 受損的程度將近有百分之二十 所以他五分之一的 這個白血球細胞都死掉了喔 都壞死掉 那你看右手邊的這個 最右邊的 一樣他照樣打放射線的治療 但是他額外補充 副方的中朝腰缺取物之後 不是說補了就不會受損 他是補了之後 可以減少他受損的一個程度 原本是百分之二十 降低為百分之十三 改善的程度百分之三十五 很多什麼營養針 或者什麼很多一些止吐劑等等 一些醫生的一個療法 都沒有這個副方的中朝腰 來得有效 百分之三十五的程度 說實在 有錄影嘛 但沒有關係 說實在這個降低百分之三十五的這個效果 已經比非常多的吸藥來得更有效了 如果你是看數據的話 三十五的這個成果非常的明顯 所以如果說你的夥伴 正正好在是癌症病人 他在做療程過程中 苦於他的白血球素質太低 一直升不上來 他沒有辦法去做療程的話呢 你就可以介紹他這個 副方的中朝腰缺取物 這是一個最快最好的一個解決的方式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來重點回顧一下 如何選擇一個理想的一個營養補充品的話 第一個就是看他的研發機構嘛 建議大家還是選擇的是一個 國家級的一個研究機構 因為他比較有公信力 也比較那個完善的一個研究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是否具有臨床的一個研究嘛 因為畢竟是要給癌症病人 實際做一個補充的 我們必須要知道他的安全性好不好 功效性在哪邊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呢 有沒有科學論文 那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的科學論文 我們發現這一支中朝腰的催決物 不只是對化療的副作用 放射性的副作用 甚至對一些腸胃道的 肝腎的一個問題的話呢 他都有辦法做解決 所以他其實科學論文非常的多 然後最後第四點的話呢 價格是否合理 就所謂的CP值高不高嘛 對你要把錢花在刀口上面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回頭過來看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好了 我們能借著吃 來打擊癌症嗎 怎麼聽起來好像不可以 可以對不對 最後套一句莎斯比亞的話 to be or not to be 要不要做 可以對不對 但你有沒有認真去分享 就做了吧 好吧 以上就今天的這個分享 謝謝大家